主要就是说,我们今天输入的两个整数 两个整数之后输出结果输出较小的值是哪一个 两个去做比对 比对的话,这个地方,前面部分我们比较容易做 怎么输入值,输入值的话我可以用scanner 前面用蛮多的 scanner之后,接下来我就读进来 这个地方会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INT 读进来就是一个A的部分 再来的话,INT就是读进来的第二个值 那怎么去做判断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宣告一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宣告 假设我今天有在INT一个 INT一个什么呢?MINI 这个就是最小的值 这个比较小的值的话 假设比较小的,我就传给MINI 那这边的话,撰写的方式我可以用判断 逻辑判断if if什么呢? 特别注意,这个条件后面一定要有刮乎 假如说,A如果是小于B 这个条件 那后面呢,直接按Enter就可以 按Enter Enter之后呢 这个条件如果成立 A如果小于B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MINI等于什么呢? 等于A 那记得最有个结束 Enter 再来的话,else 反之 反之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当然另外一种状况 就不用再判断了 不用条件嘛 就相反的 MINI等于什么呢?等于B 然后最后做一个结束符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判断 这边注意就是说 if else后面当然 有些人会习惯用大刮符 实际上Jama在这里 不需要大刮符也没关系 可以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看个人习惯 如果你习惯这种方式 你当然会觉得 稍搭几个刮符是OK的 那这边呢 我们就完成之后 最后Print Line之后呢 就可以把MINI加上去 那这个System Out 这个Print Line 把它输出之后的话呢 那较小的值就是什么呢? MINI就把它输出 所以这边我直接执行之后 会跳出整数A 冒号 那其实整数A就在这个地方嘛 我Print出去 有没有 那就读进来 读进来用这种方式读进来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5 Enter 那B的话呢 是多少? B是9 Enter 那它就会直接读进去就判断 判断之后呢 两个比较之后呢 就输出这个Print Line之后就是 较小值为 后面就是5 然后最后的据点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也是跟前面有连贯 就是怎么读入资料 那怎么秀出 判断之后呢 把结果秀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好吧 画面画给各位 好吗 好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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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